你在看什么东西 上一代的LS你要哪里写啊 没有啦 最近在看车找 我爸爸要买车又要买便宜又大量的 这个Lexus我觉得我不错很喜欢 这个LS460上一代的就很粗啊 就很好看的啦 嗯 它的整个技术都很美 你看它Interior 全部都 我觉得我很喜欢 多少钱呢 47000 哦 47000 罢了 我跟你讲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要大量好看啊 买 Bentley Continental GT 没有贵哦 你看一下先 哪哪哪哪 你看你看你看 哇 Bentley Continental 6.0 哇 75000 吧 75000 这个年份是05年 11年注册的 哦 05年 OK 算05年开始到现在也是15年车 OK哦 这辆好像比较远一点哦 好像远很多哦 朋友 只是不知道Maintainer那边高不高哦 Bentley 啊 不用看什么Maintainer的啦 你看它 诶 等一下 我们上网看一下 看一堆大堆那多少钱 哇 9000多哦 一边卖了哦 这个9000是你带的一边的 一边9000多你知道吗 对啊 这个是外国的这个价钱 外国的价钱嘛 你算过来买一下又加 又加 又加 又加那一个shipping啊 加上来啊 哇 我不要讲你多啦 12000一堆 12000一边啊 一堆就要24000了 你没有事情 你不要去动到你的大灯哦 你撞三次那两次 这样就回来了 就买一辆了 买一辆了啊 哇 然后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种车啊 卖相给你 除了它的parts贵啊 maintainment高 不懂哦 你去算一下 6.0的Rotex 6.0的Rotex 看一下 我讲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 是不是去automachic 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automachic 对 先去check看 去check看 我Rotex的这个Sofit的算法 也是有分两种 然后是saloon跟non-saloon 然后也是有分东马跟西马 可是今天我们是比较针对西马的算法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前面有列个列表 列表里面其实有分很多个category 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前面 1000cc到15cc的时候 是没有替增收费的 也就是一个cc会加多少钱 可是到1600开始 还有到3000以上都会有 然后其实我们直接拿一个 路上比较常见的车啦 就是saloon的车款呢 就是有City啊 Vios啊 Yaris啊 Iris啊 就是Servant Hatchback Wagon等等车型 然后non-saloon呢 就是Torta Hilux Pickup Truck 然后Van MPV SUV 所以在saloon方面呢 我们就拿一个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1.8L 那其实1.8L呢 就是1800cc啊 可是当原厂在做这个 这些engine 都不会做到准准1800cc的 都是做到1796啊 1795 或者是1798 所以我们直接拿最接近的1798 所以1798cc 你可以看到就是 1601cc到1800cc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替增收费 也就是1cc要加40cent 所以我们就拿1798 剪掉1601 就是等于197 那197 每个cc要加40cent 所以要乘一个0.4 所以得到剩78块8 那78块8 还要再加一个基本收费 因为1601cc到1800cc 是有个200块的基本收费 所以要加200 就是等于27 27 27 8.8 那其实278.8呢 就是我们平时接上 比较常见的车款 就是Total Chora Optis 就是1.8 它的Protect 就是278块8 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 我们直接拿saloon 跟non-saloon 来计算一下 看它们的差异在哪里 在saloon部分 我们直接拿 超过3000cc 就Essan Fairland 还有non-saloon 路上最常见的就是 Dotal Real Fire 3.5 而saloon方面呢 3001cc以上 就是每个cc要加4.5 然后non-saloon方面呢 3001cc以上 就是每个cc加1.6 所以 我们假设 Fairland 还有Real Fire 都是3493 所以在saloon方面 我们就算一下 看多少钱 3493 剪掉前面的3001 就是等于492 这样子492 还要再乘一个 10.5 4.5 所以得到的价钱是2214 2214 还要再加它的基本 入税就是2130 上市 所以最终的价格呢 就是 4344 这是saloon的价钱 在non-saloon就比较便宜的 因为它的那些路费都比较便宜 等到的这个价钱呢 就是 787.2 787.2 787.2 加回它的基本路税呢 就是 1640 1640 所以 最终价格呢 就是这个 2427.2 所以 可以看到non-saloon是比较便宜的 OK 来Denis叫我买Denis 6000cc 我们来算一下 看它6000cc Delotex一年是多少钱 6000cc 减掉一个 3001 所以就是2999 2999 还要再乘一个4.85 哇 就是 13000 495 5 再加回原本的2130 基本收费 哇 这个 已经15000了 15625块半 哇 这个Denis 应该是跟我有仇啊 故意要我工匠柜车 一年non-saloon 15000 所以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国 大CC的车能源度这样低 一天non-saloon 平均40-50 买6000cc的车 我真的是不能 你们如果我买6000cc的车 下一次拍video你们看到我 就是可能剩20kg 30kg了 不能吃饭 就是可能剩20kg 30kg了 不能吃饭 10天不吃饭 才可以还到一天的脑袋 10天不吃饭 才可以还到一天的脑袋 唉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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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month rar 也 不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